阿难,富有从人,不以正觉,修三摩地,别修妄念,纯相故行, 由于善灵,人不及处,有始终先。 解释一下,阿难,富有从人,有某一些人,不以佛陀的正觉,政治正见的正觉, 不是依靠这个,来修三摩地,不是依靠这个,别修妄想,怎么个妄想呢? 纯相故行,这故行就是希望身体不要死了,把它固定起来这个形状, 这是故行,故行就是长生不老的意思,这个叫做纯相故行,存在一种妄想,希望长生不老。 纯相故行,由于善灵,人不及处,有始终先。 阿难,无始终先故,就是专专先。 但是这种先,不是这种先,犯于茂尼,此方为先,先者就是先。 所以佛告阿难,富有从人去,非上面十类。 之人轮,出的人生,犹在始于,始细于习。 这马云,为此先去以上,方以始细无干。 跟前面的十种习气无关了,从这里上面,跟习气跟业力无关。 欲求仙道,厌聚无常。 想生常处,迁入山林,不以正节修山谋地则。 不以本节真心,发起始节政治,而修所嫩言大定。 以正究竟坚固之理,而反别修希望之念。 不弄今魂啊,存行固行,以求长生不老,不老长生。 要把这个色身,永远存在这个世间,这个真是大妄想。 这怎么可能? 哎,你怎么照顾他? 这个色身,还是有一天会毁灭的。 殊不知以求长生则渴,以求不死是不可能的。 时时空严,纵使受千万岁,也不够慢一点死而已啊。 道经书这么说,但凡存详,便是妄认原营,但也故行。 佛陀要你找到涅槃的真如自信,你却想要把这个色身,永远存在这个世间。 这个不是颠倒是什么呢? 是但也故行,便是妄认这个色身。 这个色身本来就是世大,本来就是无印生啊,不是永恒的啊。 就是我所说的,错乱修习者词也。 不以正觉,修三目的者,是此不以正本。 哎,不是真如,本心啊。 真如本心才是真本啊。 别修妄念,存详故行,此别修妄本。 真买这么说,山林是人不接触。 有的啊,高山啊,林地啊,人达不到。 吉明山洞府。 山洞府啊,就是啊,山上啊,有洞啊。 然后啊,他们就在人所达不到的地方。 那这些神仙,因为可能会飞吧。 或者人烟劫迹的地方,到完全没有人的地方。 神仙劫迹的地方之处,去修行。 经中,这么说,七经山中,有一个山,乃是神仙所居。 就是道家所说的,昆仑道景。 昆仑道景就是,会移动咯,会移动咯。 这昆仑山啊,是我国的最大山脉。 其中怕没有高原,从年发卖,沿着新疆和西藏的边境, 入内地,可以分北、中南,三大之系。 长,大概,长约2500公里,昆仑山。 这个道,就是会变化的意思。 以此山飞须米山野。 这是道家所说的,把昆仑拿来比喻。 道家可以修行道,好像会爬山倒海了,会移动了。 夫人,既不及一般人,是没办法到达的。 彼独能有,这神仙,既无同意。 有十种仙,但是以其所修。 那来分别之。 下面,地行仙,飞行仙,游行仙,空行仙。 天行仙,通行仙,道行仙,造行仙,精行仙,觉行仙。 那无虽行古的高贵仙。 所以这个还是要洗澡的。 阿难比诸众生,坚固福尔,而不休息。 十道严惩,明地行仙。 前面五个念行,后面五个念恨,明地行仙。 解释一下,阿难比诸众生,坚固福尔,是什么? 食药,吃这个药,药儿,而不休息。 每天都吃这个药,希望长生不老,长生不老,不老长生。 比如说像食人参啊,对不对? 可以啊,白体健康啊,延连益寿啊。 那我不晓得这些仙是服什么药的了。 彼此众生,彼此修旺本,总观,此刻独,不居于此。 前面五颗行字,做平身独自,也不理行走而言。 后面五颗行字,应当做去身,去身就是恨。 前面念行,地行仙。 然后后面是念,通恨仙,道恨仙,造恨仙,经恨仙,结恨仙。 要这样念。 曰,功行前身而论,兼顾福尔,意思就是存享兼顾行害。 由于服食药耳,也诸药物,泡炼,修制,为完,做病。 所以我们说仙丹,仙丹,仙丹啊。 就是这个仙丹,仙丹啊。 我们从小就知道,哇,那个仙丹,吃下病就好了,吃下病就好了。 美国仙丹,小时候,病了,不好了,就买美国的那个消炎药。 哦,我们那里,哇后都哇后,多么好的,多么好。 吃下去就好了,百病就去除了。 嗯,那个叫做仙丹。 服食不休的功效,为食道原成,不为白体,康壮,受以年言有, 必至身清行吉,明地行仙,不能升空,故此以下士科,唯以不离轻荣。 眼镜高下,而分胜炼。 飞行仙,兼顾草木,而不休息,要道原成,明飞行仙,兼顾。 飞行仙,兼顾草木者,兼顾草木者。 飞行仙,兼顾草木者,为存向兼顾草木。 而,淡福紫枝,枝就是灵枝咯。 黄金,淡福枝金,紫色的灵枝,是一种菌类寄生在枯木上。 古人,古人把这个灵枝,当作是一种锐草啊。 所以这个就是枝,松枝不业,福始不休,而得功效。 为要道原成,贤不如飞,身高易祸,身清,圣钱,顾名飞行。 一来功夫就业好了,以下游行仙,兼顾金时,而不休息,化道原成,明游行仙。 现在,以前吃的是药,是灵枝,现在吃的不一样。 吃的是千根拱了,这个不一样了,炼丹了。 尖时金时,亦是纯祥坚固行海,由于喷尖千拱,炼羊丹沙,而不休息。 故人,化行一股,点时成金,各获其下,为化道原成,为超脱,而由世外,引力气,而由环中。 环中就是尘世了,顾名游行仙,游行仙,能一行,能化行,又可以一股。 哇,这个不得了,点时成金,这个不简单的功夫了。 但是这个也是生死法了,跟解脱没关系。 再来就空行仙,兼顾动止,而不休息,气净原成,明空行仙。 这个不一样,这个不是靠,靠吃什么东西的。 这个是什么?动就是运气。 止就是养神。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练经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须。 就是这个意思。 前面还要吃什么东西,这里不吃东西了。 用运气来调生了。 所以兼顾动,以运用这个气, 止就是养神了。 所以修这类的奇迹作息啊,动静啊,都是在定。 那定不是三昧的定啊。 心呢,喜欢的安静。 不休息就是很精进的,运气养神了。 兼顾动之者,存向兼顾行海。 由于动之动意,运气调生, 只以养静安神。 所以动之以时啊,奇迹必胜。 就是这个人啊,这种仙呢,他的奇迹作息啊,是很谨慎的。 由是阴阳不息,处则练经还气啊, 即使练气还神,练神还须啊。 故得气精良化,行神巨妙。 在座之位,道家就是这个。 道家就是最喜欢搞这个的。 为气精原成,成云欲龙。 哦,可以成云啊。 就是站在云端上啊。 你在电影才看得到啦。 你去站在云端上,怎么可能。 龙,龙我一辈子都没看到。 不晓了什么,只看到西翼啊。 没有看到龙。 犹豫虚空,路名空行线。 我们现在比空行线厉害了。 科学家比空行线厉害。 科学家发明飞机,要更快,对不对? 一坐到美国,你知道吗? 我们坐到美国的时候,看那个外面, 机外,飞机外面的温度零下。 35度零下。 飞机外面零下三十几度。 他有打出来的那个荧幕啊。 那我们踩在云端。 飞机一飞,那个云怎么能够比得上? 是不是? 都是几万英尺啊。 几万英尺啊。 那云层没办法到达的啊。 所以啊,现在人类还是比这个厉害了。 所以这个啊,看一看就好。 底下叫做天行仙。 坚固惊厌。 噦不休息,嫩得元臣,明天行仙。 噢!现在这个靠自己的金意啊, 来挑。 坚固惊厌者,为春香坚固惊海。 希望活一点,活久一点。 由于这个经义 上初叫做经 下延下去叫做义 也就是所谓古天词 延义义 天词 就是人体经线的名字 他在乳房 执义底下 勒骨之间 这个叫做天词 那么义义呢 也是谢道之名 舍之下有三种谢 左边叫做金金 右边叫做义义 中间叫做弦鹰 鹰啊 就是老鹰的鹰 但是那个鸟部除掉 底下一个肉 老鹰的鹰除掉 底下一个肉部 这就所谓 古天词 或者验这个义义 这两个都是穴位的名字 能令水生火降 久而不息 水火寂寂 而且内搭 内外融通 以物无累 为嫩得原成 成正义气 由书天上 过命天行仙 执掌云 是上面的五仙 前二 是属于笔子小圣 那么一字 指这 纯响原形 前五 立即之心 但已有烟火 无烟火 分 来分 后面三个 类似 比较属于大圣的 已经有立即之心 但已游行 未能忘身 不能远达高级 而空行呢 则行神巨妙 虽然高级远达 而又有分歧 分歧就是还是有差别的 这一天行仙 这一天地 何其得 以六气 何其用 利益万物 而不宰 处还中 而无稽 意思就是 利益万物 而不宰 宰就是自私了 一点都不自私 宰就是自私了 处在这个宇宙当中 处处行善 但是不留痕迹 不留痕迹 就是无所住的心 在行善的意思 第六个叫做通恨仙 坚固经色 而不休息 习催原存 明通恨仙 整句什么意思呢 是想 妄想 坚固其心 一求经色 好的事 经色 求什么事呢 日夜之经法 而不休息 吸收 日夜的经法 而不休息 习催原存 吸取这个 经法 日夜 还有淫霞 淫霞之经法 原存 明通恨仙 坚固经色者 为坚固其心 以求经色 采日夜之经法 参 这个念参 参 就是我们用参的参 参 云霞之彩色 参就是吞的意思 吞这个云霞之彩色 旧形不息 类似土那 好像在土那 吞土吞 一吞一那 一吞土那 日夜精华 也许 我是想 是不是晚上 嘴巴开一开 像癞蛤蟆这样 嘴巴开一开 要不然 吸收 日夜精华 我们没搞过 这个东西 也不晓得 他在 怎么个 怎么进行的修行 酒行不息 纯粹 怎么样 气浅通 睡气浅通 脆 就是怎么样 日夜 云霞之精粹 也稀粹原存 行以气化 神以悟通 穿金石 道水火 任意无碍 而以造化交通 怎么样 顾名通行仙 通行仙 通恨仙 那么汉武内传 这个汉武内传 内容都是属于神怪之士 东方寿 在布袋戏常常看到的 或者是在汉朝 你常看到这个戏剧里面 有东方寿 东方寿 东方寿是西岩前 一百五十四年到西岩前 九十三年 这个是西汉的文学家 字叫做曼庆 左边一个鞋 一个人布 右边一个青色的青 那么擅长一词服 个性 灰鞋 汉武帝的时候 是大宗 大夫 大夫就是大 一二三四的大 大小的大 大宗 大夫 所做的封建 封 就是 击封人家的封 左边一个盐 右边一个台风的封 建 就是 告戒的意思 左边一个盐 右边一个柬埔寨的柬 封建 往往使地有所感悟 这个东方寿 擅长一词服 个性 喜欢搞笑 汉武帝的时候 大宗大夫 也是官当着很大 都在汉武帝旁边了 所做 封建 有一点讽刺 来建 往上 建 这个皇帝 归建皇帝 往往使这个汉武帝 有所感悟 这东方寿 一方美翁 这么说了 无切 十福 精气 三千年一转 凡骨 洗水 三千年一转 剥皮 伐毛 伐 就是改变 患的意思 这无生 一山 洗水 我这辈子 已经三次了 洗这个水 就从内 改变到外了 三法 起毛 包括我身上的毛法 都改变了 简单讲 我们年岁大了时候 白色的头发 可是它改变了 年岁大了 变成黑色的头发 所以是天地若浮游 这个浮游 是虫的名字 大叶六七公分 有四只翅膀 大部分是在水上而飞 飞来飞去 一飞了以后 然后就交配 交配就下蛋 后来出生以后几个小时 就是为了传宗接代 就死了 就整片都死在河里面 或者道路马路旁边 或者在河岸旁边 比如说生命的短处 生命如浮游 天地如浮游 意思就是 我看我把这个天地 天地本来就很长 可是我觉得它是很短暂的 意思就是它的寿命很长很长 把这个天地看出很短的意思 等古今有大幕 古来跟今天看起来 就像早上跟晚上 表示很有功夫了 第二九五 道恨仙坚固咒进 而不休息 述法元臣 明道恨仙 这个专门词咒语的 咒语就是咒语 静就是静见 而不休息 述法元臣 明道恨仙 兼顾咒进者 为兼顾其心 以持静咒 持咒 之言年益授 护国而又名 静见 只是借欲 想要去谋 就行不及 而公孝 为述法元臣 咒就是咒术 法就是静法 咒 早 早就是契计 书符 写咒语 在这个契记里面 或者是画这个符咒 用这个纸张 画这个符咒 这意思就是 把这个咒语 赤在契记 或者是写在 书上 纸上 以义疑疾病 进度 驱谋 一例秦身 将此道 以养生 推迟到 以祭祀 过名 道行仙 以下是 造恨仙 兼顾思念 而不休息 十亿元臣 名造恨仙 众心 常常细心 在肚脐底下 兼顾思想 而不休息 十亿元臣 名造恨仙 兼顾思念 这什么意思呢 兼顾思念 就兼顾其心 臣是敬念 存详 顶门而出神 细心 其轮而炼气 也就细心 其轮下 透围里观 围里观 就是脊椎的末端 三角形的骨头 叫做尾椎 一般的叫尾椎 尾椎 尾椎骨 尾椎骨 叫做围里观 上身 甲 脊 夹脊 就是两旁的脊椎 双关 以致直透 尼环弓 尼环弓就是顶门 叫做灵弓 我们 那 穴道叫做百会穴 充顶出神 充顶出神 所以尼环弓 就是我们所讲的 这个百会穴 充顶出神 酒行不息 而得功效 为师一元臣 神出入而自在 气善下 以交通 行神 照应 顾名 照恨仙 底下 最糟糕的就是这种仙 啊 这个腊双仙 1296 经恨仙 经恨仙 坚固交过 而不休息 感应原传 明 经恨仙 就是用难尼 来修行 哎呀 这个啊 不但是道家 所排斥的佛家 更是说 更说这是无会 坚固交过者 坚固其心 以致交过 以言 前道成难 坤道成泥 难尼构精 万物化身 坚定云 此以 盛水为坎 心火为礼 其坎 天礼 将火 提水 令其交过 以致仙胎 所以啊 在修这种仙的 认为难尼事 是完全正常的 很自然的 啊 可是在福道来讲 这是大障碍的 久行不息 而得功效 为感应元臣 感应者 其交过意 此以坎 跟礼 啊 坎就是难了 礼就是礼呢 啊 够精成行 名为精恨先 正迈 这么说 至于用礼子为顶器 顶器就是修炼的工具 拿这个女人来当作修炼的顶器 工具 而采注盈慧 内教 顾辟为魔论 内教就是福道了 我们 三藏十二部经典 叫做内典 是吧 内教 就是佛教的意思 啊 佛教的教典里面 当然讲 这是魔论了 啊 哪里的事 怎么成为成就 无上正经的菩提呢 而仙道 亦必为下品之 最糟糕的仙啊 啊 这关就是拉撒仙啊 此为头人之义 黄民之多获之 多获之 正能精子 绝口 愿之可以 啊 正能的精子 连做都不会去做 何况成仙 成佛道更不可能 结心仙 啊 叫做结恨仙 坚固变化 而不休息 结物原成 明结恨仙 坚固变化 就是坚固其心啊 以求变化 推求其数 生言化理 旧行不息 而得功效 心存化理 旧之旧 而以造化相框 对结物原成 宜山倒海 谁能够宜山倒海呢 喊雷花 戏记看太多了 戏记看太多了 宜山倒海 翻译事实 就是改变春夏秋冬 顾名 结新仙 结新仙 1297 阿难 是等 皆与人中练心 不修正节 不是用佛道的正等正节 来修行的 阿难 是等 皆与人中练心 不修正节 别得生理 受千万岁 修之深山 破大海岛 皆与人静 失意轮回 妄想流转 不修三昧 报尽还来 善路诸去 佛真的讲得很好 佛把这一段 这些仙人 判同轮回 跟轮回 没有两样 这些 无究竟的修行 还是继续轮回 解释一下 阿难 是等 这一人中练心 练心 练索心 其实是妄想心 希望 长生不老 不老长生 兼顾这个 无印生 这个就是妄想 他认为是在练心 但是不修正解 不是依佛的正等正解 正知正见来修行 别的生理 这是延伸 的妄理 怎么样子 希望能够有受千万岁 能够修之在深山 没有能草的地方 或大海岛 大海岛就是海上的孤岛 人烟洁几的地方 只与人静 时与轮回 跑到深山里面 基督教也有这样的习惯 美国有一个基督徒 一个男众 这个男众本来就是很有成就的 他不欠钱 他跑到哪里 跑到很高很高的一座山 里面摆上摆耶稣基督的像 这个电视有报导出来 报导出来 摆了个耶稣基督的像 在那边也好几个月了 自己采集一些动植物 因为基督教什么都吃了 人家问他 后来人家知道说 哇在高山的地方 有一个基督徒 人家没有办法到达了 后来人家知道去找他 记者也去采访他 看到那里面洞里面 有这个耶稣基督的像 他说你为什么跑到山上来 他说山上比较千见 你也能吵杂 我这辈子一定要亲眼看到耶稣基督 视线 你要一定要 耶稣基督一定要视线给我看 我看到这一段 我就想要搬到他家的隔壁 我每天都要告诉他 凡所有像皆是希望 看到了耶稣基督 and so what 你又如何呢 对不对 所以外道 外道他们不能离开这个像 他们认为这个神迹奇迹 或者是圣迹都觉得是 非常大的一个震撼跟话题 可以值得报道一炫耀 所以在佛教里面一去就搞定了 凡所有像皆是希望 看到又能如何 没什么意思啊 重要的是内在里面有没有解决烦恼 就讲到这大海道 皆一人静 死还是入鬼 妄想流转不休三昧 抱尽还来 上路出去 优优独播